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我這個視頻 今天呢 我會和大家說 關於DJ台的事情 關於DJ台的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 一個DJ在一個台上面 好像很年 好像自己在開著一個演唱會一樣 一人之下 二人之下 感覺自己好像明星一模一樣 去嗨一下 感受一下 這個明星的感覺 其實現實中的DJ台 不是你們想像都那麼好 如果你們不跳 你們不海 你們不搞氣氛 你跟那個死人的地方 除了地打有什麼分別 其實在DJ台也是很辛苦的 又要照顧DJ機 又要清理DJ台 喝水又要很小心 又怕那些客人 不斷斷跑向了你的台 賺壞你的東西 不斷斷跑向了你 不斷斷跑向了你 不斷跑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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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DJ台 都不給人家上去就是這個問題 除非你很紅 或者你很出名 這個是我知道的 我自己也是 我知道我自己不出名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所以我會跟你們說 如果那個DJ台 可以讓他給人家上去的話 你可以想像下 很多非洲人在上面跳舞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DJ台他只是給女孩子上去嗎 因為女孩子跳得好看 而且跳得high 他在上面跳的時候 你們在下面都會很high 他們會很興奮 如果是給男生的話呢 可以 你可以跳到好像女子這樣性感 全部都由女兒孩 這樣我就沒話好說 我就靜靜的看你在那邊裝逼咯 我就靜靜的看著你 裝逼 如果不是 你只是在上面跳節目 跳shuffle 可能你會覺得很硬 可是那些人 只是看你在那邊坐著麻辣戲罷了 你知道什麼是麻辣戲嗎 你有看過麻辣坐戲嗎 1 2 3 4 5 2 1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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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